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老師你剛才在講這個平data的時候 講到四個力量 你形成一個是否大型 就是現實 我們在研究的時候有什麼資料是 其實真的是它一段的會出現 有現在拿到的資源data的data 有就是現在越來越紅 叫IoT跟M2N就是Sensor的data 所以以後你會想像什麼東西都有裝sensor 椅子也要裝sensor 桌子也要裝sensor 你家裡的每個地方都會去sense一些 activity 或者是sense溫度、次度 所以對sensor來說data 就每秒鐘你可能就會scan一次 或者是每5秒scan一次 所以sensordata是一個 像我剛才有講的波音 波音這個飛機 它在飛的時候它有很多sensor 所以它一小時產生20個terabyte的sensor的資料 這些都是online 就是velocity一直進來一直進來的data 所以你可以expect說 未來會有一大堆algorithm在處理這樣的資料 怎麼拿到這樣的資料是不是 所以其實sensordata已經現在在網路上都很多了 你可以去各式各樣的地方downloadsensor 我想彭老師也有很多sensor的data GPS的data 那這些東西都是available online available 所以你要拿到sensordata其實不太難 就是你稍微google一下 我再補充一點 就是因為我們這個是網路通訊教育的 我們一個霧眼網的學程 但事實上那個學程裡面呢 也有一些學校 它是真的複水性的data 我們系管就是施工器的系管 其實在二樓和三樓的地方 它對於電器的那些資料 你是不是在做修行的那些工作 但其實上一天大概就有 這個可能YT的資料會進來了 對 還沒有別的問題 哪邊 就是剛剛不是說 有一個那個MFA的訊息 然後就發了 那後來發的那個型態 後來就發了 就上 你說什麼 有上啊 有上啊 你可以來跟我講 我可以跟你講 哪裡download 就是 就我要講的其實就是說 你有時候你真的沒有辦法beat everybody 但是你可以驗證你的algorith 是有用的 by showing that 你可以跟大家combine 然後improve everybody這樣 那這是一個另外一個想法 這樣 那我們有做過一次這樣的 submission 你確實是有用的這樣 對 所以你只要知道是哪篇paper 你可以email給我 我可以寄給你 好 那邊不用問 對 不用問 那我們就謝謝 謝謝各位 謝謝各位